大家好,我是嘴哥 自从油管推出了黄标政策以后 很多YouTuber就会时不时的收到一个黄标 当然,嘴哥本人就是其中一个 黄标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不会被投放广告 或者只能投放部分的广告 但是实际上就约等于没有广告收益了 毕竟常商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广告被投放在有黄标的影片上面 但是各位YouTuber其实有这种感觉 明明自己的影片没有出现任何油管禁止的内容 但是就是会被打上黄标 油管的自动审核机制真的很迷啊 甚至觉得被黄标的莫名其妙 对,其实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毕竟机器的审核没有人工那样精准 尤其是你被黄标的影片多了以后 就好像上了黑名单一样 后面发布的影片 哪怕是再正常的内容 也很有可能被黄标 当然,这支影片也很有可能被黄标 最后我也会在评论里告知大家 这支影片到底有没有被黄标 黄标一旦多了以后 自然会极大的打击各位创作者的积极性 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黄标的影片 有机会变成绿标呢 根据我做这个频道的经验 其实是有的 下面就给大家聊一聊 我遇到的黄标变绿标的操作 以及做YouTuber千万不能碰的一些内容 当然,接下来我讲的所有内容 都是根据自身遇到的问题得出的经验 不代表就一定是正确的 大家有更好的办法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同时也希望大家点赞转发支持我 我们先来讲一下 怎样修改影片黄标可能会变成绿标 第一种方法 修改标题 修改影片的标题也是最简单 最容易操作的方法 检查自己的影片中 可能会触及黄标的文字并进行修改 可以增加文字 或者删减文字 可以将文字从简体字变成繁体字 或者从繁体字变成简体字 经过这一番操作以后 影片有一定的几率 会从黄标变成绿标 但是不会修改完成以后 就立马变成绿标 一般短折会几分钟以后 才会变成绿标 长的话 如果半个小时以上 还没有变成绿标的话 那其实就不用等了 得换下一种方法 我有几部影片 就是修改标题过后变成绿标的 第二种方法 修改视频下方的视频说明 自己先检查一下 有没有什么可能会触及 黄标的不当内容进行修改 建议如果在视频说明里面 有贴往期影片链接的YouTuber 可以把往期被黄标的影片的链接内容给删除 反正往期已经被黄标的影片内容 就不要再出现在没有被黄标的影片下方的视频说明里面了 经过修改视频下方的说明 将有一定几率会从黄标变成绿标 但是几率比较小 不过我还是有一两部影片 是通过修改视频下方的说明这种方法变成绿标的 第三种方法 修改视频 重新上传 修改视频也是最后的下下撤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修改视频需要重新打开剪辑软件 调整视频工程文件再重新上传 重新写标题加说明等等操作 非常麻烦 所以这也是我们最后决定操作的办法 其实修改视频也是有其中的小窍门的 比如视频中很多你认为可能会侵权或者不当的内容 你都想打上马赛克 其实大可不必 你只需要把视频中明显不符合规定的地方给修改好就行了 我有一期视频随便怎么打马赛克都是黄标 最后试了很多次 发现改动最少的那一板结果成了绿标 所以不用去纠结影片中那些细枝末节的地方了 如果以上三种方法都没办法成功 那还有第四种方法 也是大家最不愿意用的方法 那就是申请人工审核 人工审核的周期一般是三天左右 等待的时间比较长 如果你仔细检查自己的影片确实没有影响广告投放禁止出现的内容 那么你可以申请人工审核 但是申请之前请务必认真检查自己的影片 毕竟人工审核需要工作人员亲自检查 我们也要体谅一下他们 不要增加他们的工作量去审核一些明显不符合要求的影片 这里本人也有申请人工审核遇到的一些问题得出的经验 那就是如果你的影片没有什么问题 就不要加太多的马赛克 尤其是影片当中的视频片段 打码过多反而会被认定为黄标 且被加上年龄限制 我有好几支被加上了年龄限制的影片 我发现其中都是有大段马赛克的 但是其实被马赛克的内容都是正常的 所以少加马赛克也节省了自己的剪辑时间 增加了观众的观看体验 同时也避免被误认为不适合18岁以下的观众观看 如果以上几种方法都没办法改变黄标的事实 那我建议你像我一样 点击这个按钮 直接关闭广告获利功能 好 讲完通过修改各种视频元素 将黄标变绿标的操作之后 我们再讲一讲上传影片千万不能碰的事情 第一 封面或者是影片背景 千万不能用衣服布料很少的 比基尼等人物 哪怕是动漫卡通人物也不行 之前我有一期影片的背景用的就是一张比基尼的动漫人物 结果被吃了一个警告 很多YouTuber都知道 警告可是比黄标更让人难受的事情 因为警告一旦过多 你就会被限制发影片甚至封锁账号 第二 千万不要在视频下方的说明里面放出可能会是到警告的不当网址 哪怕是你觉得正常的 也请你先打开你要展示的网站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不太健康的内容 甚至是不太健康的广告在上面 如果有的话 那就不建议你写上这个网站 因为你一旦写上去 如果系统自动检测觉得这个网站有危害性内容 你将会立刻收到一个警告 别问为什么我这么清楚 因为我这个警告现在还没有销 虽然我认为我放的是正常的网站 第三 当然就是油管的社区准则里面 明令禁止的一些内容了 当然一般也不会有人故意去上传那些内容来触碰红线的 以上就是我的所有经验 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了 希望能够给想做YouTuber 或者是正在做YouTuber的朋友带来一些帮助 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精彩影片了 我们下期再见